今天台股收盤是一萬兩千八百二十八點 跌了84點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台股市值 是直逼40兆 也是創下了歷史新高 甚至還有分析師說 這個2021年 也就是明年有機會挑戰兩萬點 但姑且不論兩萬點 最近如果我們要站穩萬三的話 有哪些撐盤的力道 以及還有哪些的新記錄 據說還有第六個千金出現 這我們來問一下陳彥哥 基本上台股現在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旺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從最近一季 整個不論是上市上跪的 這些權重在前面的這些全值股 都出現大幅度的上漲 尤其是台積電衝上11兆 帶動整個上市挑戰40兆 上市加上跪43兆 這是很驚人的 因為市值的計算 就是股價乘以股本 你股本如果你都沒有 特別的增資的話 你就會發現為什麼我們的 市值 台股的市值衝得這麼快 就是看這個欄位 最近一季你看 這些股票飆漲的速度 多麼的驚人 台積電漲了46% 聯發科漲了74% 就是靠價格的大幅度的一個上漲 來推升台股的市值 甚至6千金誕生 等於說台股現在有6檔 1千塊以上的股票 甚至有很多的 這個股票是誰 序準 序準 這個突然冒出來 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過去我們在講這個股票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調侃他的諧音 就是說這個股票很厲害 因為叫序準 持續的準確 所以第6千金出現 我們看到包括大力光這些股價 持續的一個冒出來 這是一個很熱絡的一個時代 因為過去我們在講1千金 2千金 3千金 4千金 我們都覺得很不得了 現在已經有6千金整個冒出來 甚至我們看到像大力光 在今年上半年 就已經賺了一個股本 而且好幾檔包括熱印 普瑞 都賺一個股本 所以不只說股市熱 包括我們講獲利能力 也是相當相當的驚人 當然在這過程中 資金的一個支持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看到 包括投信也好 ETF也好的支持 還有八大光股航庫 八大光股航庫 目前買超是1千312億 但相較過去高點的1千4 其實都還有空間 投信跟ETF的買盤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持 這是我們的內資三勢力 對 我覺得更重要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看一下旁邊 我這個資料這裡 就是外資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外資其實今年 今年這一波疫情來賣超的是 6千億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最現在的一個位置 跟之前賣超前的一個高點 各位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其實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所以未來台股可能真正的 一個大行情 或是來自於哪裡 就是外資的認錯回補行情 他回來跪著說 阿嬤 我不對 我回來了 我要U好利 然後股市一買整個大漲 過去我們在講這個部分的 一個重要性 所以現階段 連謝金河都說 現在的股價的一個狀態 跟過去1268都不一樣 我們現在站在1萬3千萬 不要覺得說站到這裡 這個波段就結束了 甚至大家預期 明年台股有機會衝上2萬點 瞭望這個2萬點 那你說有沒有機會 我只要我跟大家講 只要外資的這個認錯行情 真的回來之後 你把它過去所賣掉的那些股票 買回來 內外共同引動 共同引動的情況下 資金它就像瘋狗亂一樣 狂捲把台股捲到2萬 我覺得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來看 就是士聰哥昨天也有講說 這個台股萬三 對不起 問錯人 現在問韋傑 這個台股公萬三 這個台系的供應鏈 現在出現了大洗牌 下半局就是我們下半年 可以佈局哪些強勢股 據說有這個兩滴一高 是可以特別留意的嗎 好 其實過去 大家都會先看一下 就是說最近這兩天 在台北股市當中 比較強勢的一個 這個價量起揚的個股 那其實這邊有幫大家 整理出來是15檔 那我想其實這參考的部分 大家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這兩天的這個成交量 跟外資佈局的部分 但是其實在這兩個禮拜當中 台北股市很明顯很明顯 它的集中的這個成交量 大部分都在半導體 大部分都半導體 所以半導體以外的電子股 基本上都沒什麼行情 所以其實在這個 台北股市的結構當中 似乎是有一點點失衡 我們過去曾經說 台北股市三足鼎立 就是電子 金融跟傳產 可是金融股到目前為止 外資今年以來 是已經調整了持股水位10% 另外它的這個月季線 也出現了死亡交叉結構 另外在傳產股的部分 也已經出現了 比較偏空頭的一個發展 所以台北股市 還剩下什麼可以期待 只剩下電子股 好 那電子股 剛剛大家覺得說 半導體好像漲很多了 我可不可以去找一些 落後補漲的機會 大家會覺得我找低階的 低階 低位階 低本益比 然後低淨值比 但大家要先想一個問題 台北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這些股票為什麼趴在地板上 好 那這些比較低本益比的個股 基本上大家看一下 整理出來的這些個股 基本上就是什麼 蘋果供應鏈 就是蘋果供應鏈的股票 包含像是可城 鴻海 河塑 鴻准 這個其實尤其是鴻海跟鴻准 在最近這幾天 其實已經跌破了 年限的一個狀態 甚至在這一波台北股市的 反彈行情當中 也都沒有跟上 現在台北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鴻海跟鴻准 還沒有越過今年1月31號的高點 所以雖然說他們的本益比很低 但是你千萬不要因為本益比很低 就跳進去買 為什麼 因為它是蘋果供應鏈 蘋果供應鏈根據最近的 美國銀行提出 蘋果有九大風險 然後蘋果的九大風險為什麼 第一個 它的5G iPhone的材料成本更高了 造成它的整個製造成本推高的一個風險 第二件事情就是過高的5G iPhone的售價 因為根據光是5奈米 你去用台積電的晶片的製程下去做 光是5G iPhone的售價 你可能就是要六七萬以上 所以他們認為售價過高 會有銷量衰退的風險 第三個是高利潤的APP成長 是出現了30% 但是它是不可持續的風險 第四個內容貪銷成本 壓縮毛利率的風險 第五個是股票回購的減少 第六個民主黨拜登如果獲勝 他會有一個改革稅制的風險 第七個在APP Store的部分 會有一個所謂的反托拉斯法的 一個監管風險 第八個疫情 第九個就是中美貿易戰風險 換句話說也不是那麼的看好 沒錯 所以其實在蘋果供應鏈 今年下半年 似乎沒有辦法揪到台北股市 對 而且現在紅色供應鏈又搶著我們 那麼多訂單 所以現在接下來我們來問一下 世聰哥 世聰哥原本是講說 可能今天會上萬三 但是今天又逢低 這個有很多賣壓出現 所以可能是週一 昨天也是講說 週一很有可能就會出現 但是我們今天發現到說 好像有一點出現 這個調節的狀況 但是口罩股相對來說 是比較強勢 因為最近市面上 大家都發現到說 口罩的搶購潮又出現了 難道又要重演這個口罩之亂了嗎 那現在是不是代表說 口罩概念果民又可以佈局了 對 剛才翟軒有點心神不寧 為什麼他會心神不寧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個的關係 這個最近口罩賣翻天對不對 搶都搶不到 大家現在要去平面 把那個口罩 你在市面上完全買不到對不對 特別是最近不是有一款 這個謝金燕的 跟中衛聯名的這一款口罩 聽說一個賣到300多塊 這世聰哥之前就囤了好多 對 為什麼翟軒會心神不寧 因為我之前給翟軒 翟軒我跟他 我聽說他現在一片漲到300多塊 我跟翟軒要回來 結果翟軒不還回來 所以他現在手上有非常多這個貨 他可能看到這個想說 我是不是要跟他要這個東西 所以他剛才有點心神不寧的樣子 這個的確 你就知道說 連現在連這個 你看這個謝金燕的 連名款一個都漲到300多塊 我家裡面也還有一些 翟軒也還有一些 如果大家要的話可以跟他要 師聰哥也會送給大家 如果有持續看我們節目 或許我們辦個抽獎活動送給大家 送雷絲口罩 對 你知道事實上 這一波的口罩真的 我覺得我昨天才講說 其實口罩概念股值得大家留意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自己今天 我們先來看這個股價好了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口罩概念股 大漲 但是很多是留下上影線 你看這是南流 南流的股價創了短波段的新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股價 另外一個 我們在看其他的幾檔股票都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是恆大 恆大也創了短波段的新高 另外還有另外一檔就是康納湘 你看康納湘也是創短波 但是今天都留下上影線 為什麼這樣 因為的確就連這個Azar 美國衛生部長要來台灣 他也要來看我們的口罩 所以你看這個口罩 鞭定股在今天一定會大漲 但是因為還是一樣 禮拜五的時候會面臨到 某些的這種所謂週五的 週末賣壓 現在大家到底要不要擔心說 口罩缺貨 實際上我們經濟部長 文美花也出來說 他就說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現在政府每一天 至少還有徵用大概800萬片 他就說一定夠 可是問題是我們要問政府的事實 為什麼在北部有出現到說 的確大家買不到的這個現象 到底是你調配出了什麼問題 還是怎麼樣 你可能要好好留意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買口罩 買口罩的時候 昨天的時候 恆大他們就出來開了一個 發了一個聲明稿 為什麼 因為他說有人在網購平台上面 買了很多口罩可能是假的 因為可能很多來自路貨 因為那是大陸他們買 他們的印製 偽裝成美人台灣 對 所以你在網購平台上面 買的東西你要非常留意 因為有些網購平台的不效業者 他可能真的是用大陸的口罩 所以這個你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這些口罩股很多都漲 因為最近剛好在公佈上半年的獲利 所以上半年的獲利 他們都非常好 今天除了口罩股大漲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族群 就是所謂的耳溫腔的概念股 熱硬今天就漲停板 為什麼他公佈上半年的獲利 剛才陳彥已經講到 上半年就賺一個股本 這獲利這麼好 所以當然股價就往上漲 所以我覺得短期間之內來說的話 因為整個疫情持續 噴發的關係 因為這幾天來說 大家都看到移入的病例越來越多 八大場所都要戴口罩 加上美國 大家知道 美國今天他的確診病例 確定超過500萬人 他的死亡人數已經來到16萬了 這個都是非常誇張的數字 所以在某一段時間裡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口罩概念股 或是耳溫腔概念股 我覺得還是值得大家留意跟觀察 至於說我們都一直講到 像今天很多新藥概念股 其實表現就比較 腳步就有一點亂掉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 像如果疫情持續增加 尤其是阿茲亞來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下個禮拜的口罩 耳溫腔概念股 我覺得可能還是會變成是 短期間之內 台股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另外一個就這個 我還是要在這邊呼籲宅選 你欠我的口罩 你還是還給我 這個口罩很漂亮 大家最近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大家都戴了口罩之後 覺得說好像每一個都變成是 我們剛才還跟 帥哥美女的一個情形 對 因為只看眼睛 就會有一個遐想的空間 好 如果觀眾朋友 真的想要抽口罩的話 就留言給我們 就真的來辦一個口罩的抽獎大會 另外剛剛這個師通 可以講到說 像這個Q2 很多這個防疫概念股 賺了一個股本回來 或是賺了非常多錢 這Q2獲利大躍進 有哪些是法人特別聚焦 狂敲的有哪十檔呢 馬上回來猜金老百花